念佛蒙接引 清朝有一位老妇人 名字叫做尼显珍 平常她就喜欢念佛 同时发悲心持常斋 村中有一尊观世音菩萨圣像 早晚她都要去礼拜 娘您又要去拜佛了 早上不是才去的吗 娘你不怕累吗 念佛不嫌多 拜佛不会累 那娘您要拜我就陪您去吧 好好好 老妇人拜佛念佛 一直非常的虔诚 有一天 老妇人忽然在家中 对着空中恭敬的礼拜 她的儿子看见了 就跑了过来问 娘您想拜佛啊 我陪您到村子里去 儿啊赶快跟娘一块拜啊 一边说着老妇人就一边拉着儿子和她一块礼佛 娘我们家又没有佛像 哎呀这么高大这么庄严的观音菩萨 你没看到啊 后来好几次老妇人都说她看见观音菩萨来到家里 每次她都非常恭敬的礼拜 有一天她告诉儿子说 儿啊观音大师说了好几次叫我跟他去呢 她的儿子听了就说 菩萨既然来了 我得赶快进城去买菜做供养 老妇人回答她说 好虽好 恐怕来不及了 来不及 哎呀不会了 娘我很快就回来 于是 她的儿子就进城去了 等买了菜回来 却看见她的母亲端坐着 面貌非常庄严光明 后来她才知道老妇人已经蒙佛接引上金街了 天下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